你知道如何正确的和一条蛇亲密接触吗 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功课 那么很可能会像这样 手忙脚乱甚至留下阴影 接下来就让这家店的老板郑宏 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和一条蛇互动 就是你说的时候是尽量给他比较多地方扛着 就是怎么样 就比较多地方扛着 对让他让他有那个 因为不让他怕跌下 其实他卷领式正常 因为他怕跌下去 因为他以为这样是数字 而且反而下底手一直动 他反而觉得这数字不稳 他又不要跌 所以他才要跌 对 对 其实你抓身材 你不用去特地抓紧 他就这样轻轻放在就好 然后当时数字这样爬就可以了 他以为是数字吗 对 所以抓是蛮简单的 不用到以前我们就不要不要叫张爪 张爪是最不正确的 张爪他就以为他跌下去了 因为他的受人力的点少 对啊 跌下去那是 对 所以你抓到尽量是比较大地方扛 尤其是他后面的地方 他盘的地方比较多 因为他比较多 他从前面走 所以他就像盘着这样子 对 盘着他就觉得他自己没关系 对啊 过一个是你们就这样放着 100多 所以你看他这个会卷上来的 盘会卷上来 因为他怕跌下去了 蛮正常的 所以这个还不会热掉你死的 其实他是很轻的 如果你要解释 就把这尾巴另外 就像这样这样抓就可以了 鞋子 鞋子